欢迎回来 退休之后 除了享受一段休息喘口气的时光 重新找回被需要的感觉 其实相当重要 就在人口老化严重的家义市 有这么一群平均85岁的阿公阿嬷 他们化身成为厨师 服务神跟外送员 在大陵食堂各展专场 倒到佳肴拿手菜 不仅让人吃了很怀念 其实背后还暗藏了时代故事 而说起来 这起源还是嘉义基督教医院 跟双服基金会意外 就在活动当中发现 日照中心的长辈们 个个身怀绝技 料理手艺好吃到不行 于是大家起心动念 办起了大陵食堂的平台 让人家可以发挥自信 大展身手 又能增加社会互动 同时在服务当中 还也获得成就感 而事后证明 这样的有目标性的 自发性动起来 不仅成功活化 长辈们他们的脑力激励 也因为被需要 在心灵层面上 让大家找回生命价值跟尊严 你们好 我们这里是那个大陵食堂 我们今天来用餐 欢迎欢迎欢迎 我们这里有薄荷鸡 猪脚 梅干扣肉 你们要点什么吗 要点喜欢什么 那我点薄荷鸡 薄荷鸡 猪脚 交呼客人点餐端茶水 外场的赵美阿嬷 今年已经80岁 个性活泼 记性也不错 刚才两位客人 要点薄荷鸡一份 猪脚一份 我们来看看 这里有一株这么大 在客人等餐空档 过去曾当过小学校师的她 还会兼着当起大陵食堂的导览员 你看这里有什么 苹果 还有一个大大的 葫芦 葫芦里面有这个什么 苹果 还有就是这些猫了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图画 说那个招牌 就是葫芦苹果猫 简单的介绍一下 希望你们尽情的享用 谢谢 就是找我们时间许可的 一个礼拜差不多来一次两次 已经上了年纪了 又来这里看到这些客人 认识更多的人 中午最忙的时段 厨房和外厂手忙脚乱 对大陵厨师和服务生来说 也是一大挑战 我们会觉得我们很灵光 可是对她来讲就是 比如说第一桌第二桌 一个是盒菜 一个是套餐 她就会搞不清楚 一碟酱菜一道猪脚一碗清汤 看似简单的料理 要比别人花上更多时间完成 服务生和厨师们 资历虽然菜 但各个人生历练可不浅 来这边学了两三年 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我没有什么拿手菜都是家常菜 我孙子如果想要吃什么 我叫她点菜 不会再去问Google 来做薄荷鸡 同样是二年级生八十一岁的亚鲁阿嬷 是大陵食堂初创的大厨之一 自创招牌菜单薄荷鸡 薄荷叶和九层塔还是自家院中的 就像煮给孙子吃的一样 亚鲁阿嬷想着得把这个爱传递下去 我本来是住台中 因为我的小女儿在佳鸡 刚好她爸爸来这边 已经病危了 就送到佳鸡 然后就在 她就先走了 然后我说那我去哪里呢 她就 她说不然有一个大厨食堂 她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主任 她是本来是中风 然后就心血管 不好 循环不好 所以就 我女儿说 亚鲁阿嬷的先生三年前去世 顿时生活重心的她 幸好还能在大陵食堂 继续料理着老板最爱的菜 真的她很依赖我 后来就很依赖我 她最爱吃什么 她要吃什么 她爱吃肥肉 所以你应该也很会煮肥肉 我昨天才煮一锅来这里吃 在大陵食堂里 除了有人生月曆丰富的大厨外 一个厨房能容纳两个女人 也不是喜奇事 我看起来这里 顾客也可以 比较多就不快 我们的孩儿都要吃这样 吃这肥肉 我從台灣在台北 在我們家的樓下 怔恩 我的頭人 如果他們在山上 我去島上 島上下 去島上 去島上 沒死 現在呢 看電視 如果在山下 岑下就睡 現在他們 加上全味都沒睡 85歲的樹林阿嬤 煮的一鍋 香噴噴白菜 他得意的告訴我們 不只做菜 他還很會招攬客人 現在有客套嗎 另外他們叫我出來 如果要喝飲料也叫我出來 我都跟他叫 帥哥來來來 帥哥來啦 來教官給他碰球 給阿嬤碰球來來 開朗笑容背後 樹蓮阿嬤早把悲傷看淡 年輕的他和先生開冷凍工廠 本來老闆娘當得好好的 但後來先生遷堵欠債跑路 那時候差不多四十幾歲而已 就讓我老闆幫我拔 趕我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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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架了那時候 幫我拔了給我 你先生哪 趕我拔了幾先生 來阿嬤來幫他 幫他一下 是喔 我坐在那裡一家老闆桌 桌在上面給他插下去 給我一個老闆桌 他說 我說不說要帶你老闆桌 前頭說好 你要帶 幫他做下去 幫他拔 我那時候很慘 四十歲 要五十歲 那時候 孝子說起當年的走投無路 八十多年人生看得豁達 他們雖有不同故事 但充實自信的方式 同樣靠這一位 再平凡不過的家常菜 這個孝子的時候 很像蛤的 蛤 很像蛤 對 對 對 七十八歲的正智爺爺 雖然耳朵不好 但煮地瓜糖的動作 像是反射動作 熟練得很 粘稠的糖漿 在鍋裡起泡 和切片地瓜相互攪貨 過去三十多年 他都和太太在市場擺攤 現在是食堂的甜點吃 減換送員 我沒有了 四五人去了 我自己一個人 大人 我叫他在土耳 對 今天你太辛苦了 對 所以叫你來這裡 對 我來糖漏 叫老人做會 比較有錢 對 我感覺不到 仙體硬朗的正智爺爺 最愛爬爬燥 外送便當 好 乾燥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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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剛開始他們會質疑說 第一個他們年紀大人 他們煮的有人要吃嗎 有人會訂嗎 然後會不會不喜歡 其實會有很多的顧慮 長期陪伴長輩們的社工 考量到阿公阿嬤的體力和心情 分派不同工作 大陵食堂成立三年來 前後有13位長輩加入 幾乎都是毛歲自見 或是子女幫忙牽線 因為我們想讓老人家他的晚年生活裡面 不是只有等待死亡 那也不是只有說好像就是用活動 充滿著他的人生 而是他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人生的樂趣 而不是說我的製造中心裡面 其他所接觸的全部都是老人 那來到我的一個餐廳的時候 我可以有小朋友來 我可以有年輕人來 那甚至我們的餐廳也打造成一個 就是長輩可以來用餐 照顧者也可以來這邊聊天喝咖啡 比起一般日照機構 嘉義基督教醫院和雙股基金會 認為聯手開餐廳更有參與感 但像是開火 搬種物還有全菜 還是由社工在旁邊照料看顧 來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其實我們可能在有時候在量上 我們的拿捏上 然後在我們煮的 我們沒有辦法完全的所謂的 SOP的標準 所以可能你今天來吃的東西 跟下次來吃都是主角 你會覺得味道怎麼不太一樣 阿公阿嬤的菜雖然初一十五不一樣 但還是有大票粉絲企業愛定 也許他們買的不僅僅是食物 還是一種家的味道 有年的時候他就覺得說 欸 這樣不錯耶 我覺得我吃老子還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他們就會對自己的這種心情的調適 就可以看得出來蠻明顯的 對啊 我們食堂的自如很漂亮 很可愛的喔 老可愛的老可愛 不只是口號上的敬老尊賢 大陵食堂透過日積月累的生活參與 幫助這一群平均八十五歲的長輩 精彩過完人生最後 對社會長期來看 能延緩長輩失能 降低社會成本 也許在人口老化的現金 能帶來一切兩棒 再請我住啊 去等我好吃 等你 等你